截至2022年7月 第七波新冠病毒的疫情开始在全球流行 作为奥米克隆的最新变种 BA5毒株在确认中所占的比例 每天都在攀升 那么BA5毒株都有什么特点 又有哪些症状呢 欢迎收看本期的《闲聊健康》 作为全球第六波疫情的主角 奥米克隆BA1毒株 曾经完全取代了他的前辈德尔塔毒株的统治地位 同样的 今天的BA5变种也将会取代曾经的BA1毒株的地位 目前已知的BA5毒株的特点大约有以下几个 首先是传染力更强 作为奥米克隆的最新变种 根据日本厚书劳动省的监测显示 BA5毒株的传染性大约是BA1毒株的1.4倍 是现行BA2毒株的1.3倍 此外 BA5毒株拥有更强的免疫逃逸能力 也就是说 无论接种过的疫苗 还是曾经的感染所产生的人体获得免疫防线 都很难阻止BA5毒株的入侵 感染力更强而预防效果更低 根据美国哈佛大学的研究显示 相对于BA1毒株 BA5目前的感染预防效果只有大约三分之一 此外 根据法国公共卫生局的团级显示 在目前的BA5毒株患者中 作为感染后的主要症状 俊带感占75.7% 咳嗽58.3% 发热58.3% 头疼52.1% 流鼻水50.7% 相对于BA1毒株 BA5的症状维持时间从平均4天提高到了平均7天 而且似乎更容易流鼻水 所以 尽管天气炎热 必要的防范措施 还是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 特别是高龄和有基础病患的人群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